2019的大学博览会今天开始一连两天 在台北太中还有高雄同步登场 超过100所国内外大学来参展 其中是以亚洲大学在好期寄出了 最高超过480万的奖学金 又跟国立大学来抢人才 另外又不少大学是瞄准了AI的商机 推出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来帮忙宣传 虽然今天是要上班上课的 不过还是有不少高三升前往一探究竟 高三升排队进场参加2019年大学博览会 手上一袋又一袋资料不知从何看起 穿着背心的学长姐为您服务 还有不少穿着制服的军校生细细解说军校生活 不论如何大学生活都让高三升十分憧憬 发太多东西了 目标想要找什么样的大学 就是有化工系的学校 怎么选呢 最好的当然是台大一 不少高三升以台大为第一志愿 但学生选择可不止一间 就有私校祭出高额奖学金 招揽优秀学生 我们还额外提供了120万出国交换 这个双学位的这样的一个诱因 所以总计最高480万 我们提供了这个AI的体验的环境 我们有智慧的图书馆 智慧的校园 还有一个AI的练功房 毕业生他的就业率是百分之百 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月薪资平均六万元以上 那如果在比较大型的助听器公司的话 年薪更高达九十五万元以上 不只高薪诱人 为在台中雾峰的亚洲大学 就在摊位进行一连串听语健康检测 还提供声带检查服务 瞄准台湾人口老化趋势 大推学校标榜的听语系 让学生就业更有保障 和机器人进行互动 许多私立大学都瞄准AI商机 像是明星科大就展示学生作品 示范机器人如何帮忙分类咖啡豆 另一头名传大学也展示自制的 AI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 用机器人可爱模样及利落的动作 吸引许多高中生驻足观看 私校祭出高额奖学金 也强打AI商机 要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 创造更多优势 明世纪文理智诚严俊强 台北报道